农历年刚过完 民众大扫除后 因为手臂肌肉过度使用 门诊出现了许多肌腱炎的患者 医生建议用热敷或者是贴消炎布来减缓疼痛 如果严重的话 还是要就医 民众过年大扫除 忙着做家事 因为重复的洗洗刷刷 容易造成拳头握起的前背肌肉过度的使用 过年后 医院的门诊出现了不少肌腱发炎的患者 家庭主妇在做清洁动作的时候 常常会引起妈妈手 妈妈手是在手皱的地方的肌肉的一个肌腱发炎 通常是因为过度使用引起 那比如在擦地 比如在扭毛巾等等都会引起疼痛 那我们建议是说 如果有疼痛的症状的时候 第一个可以做简单的按摩 另外可以做热敷 那必要的时候可以擦一些酸痛的药膏 SALOM PAS之类的 那如果还是持续的疼痛超过两三天以上 建议到医院医疗院所来 使用消炎症痛剂或是接受附件的相关物理治疗 而在下肢部分 经常搬重物从高处拿东西 杆杆支离点不一样 容易造成肌肉拉伤 引起腰部和背部的激烈疼痛 搬重物的时候距离要拉近 距离拉近 这样很容易受伤 距离拉近 再来脚稍微有一点蹲马步的动作 不管是大扫除还是平常搬重物 附件科医师都建议要注意失利点 长期的肌肉使用不当 会造成负荷量 对身体也是一种伤害 记者黄绍铭采访报道